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你好 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 锅炉是什么 提到锅炉 大家的脑海里 首先会浮现出什么场景呢 是北方的冬季 供暖公司冒着浓烟的烟囱 还是在小品里边宋先生的职业 在小品里边他是烧锅炉的 我的同行 或者是某个洗浴中心里边的锅炉爷爷 他外表高冷 内心火热 他还有很多的玫瑰精灵帮他烧锅炉 再或者是电影中被罚烧锅炉的钢琴师 他钢琴弹得很好 锅炉烧得也很溜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锅炉这个词 我们对锅炉似乎很熟悉 但又很陌生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锅炉 首先 我们把锅炉这个词拆开 锅和炉 这两个字的含义不相同 锅 泛指盛装液体 加热用的东西 而炉呢 指的是炷火的器具 咱们每个人的家里有锅又有炉 但是一般没有锅炉 因为我们不会买一台锅炉放到家里 用不上嘛 不过 船上有锅炉 这就是一种常见的传播锅炉 我们可以发现 盛装液体和炷火的两个功能 合二为一了 显然 在这台传播锅炉工作的时候 炉堂里的火会把液体加热 如果这种液体是水 而锅炉只是输出热水的话 它就是热水锅炉 如果水被烧开了 锅炉输出蒸汽 它就是蒸汽锅炉 如果锅炉盛装的液体不是水 而是油 它就是热油锅炉了 船舶锅炉与蒸汽动力设备这门课 主要讲的就是蒸汽锅炉 那么问题来了 远洋船舶上面 为什么要装设蒸汽锅炉呢 其实 蒸汽锅炉是船舶动力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船舶的种类不同 锅炉的用途也不相同 对于柴油机动力装置船舶 锅炉产生的蒸汽用来加热燃油 润滑油 工作水 驱动辅机 以及提供各种生活用器 以加热燃油为例 很多船舶某柴油机 燃用粘度很高的重油 用蒸汽加热重油之后 就可以降低重油的粘度 有利于重油的搏运 净化和燃烧 这种锅炉被称为 辅锅炉 装油辅锅炉的船很多很多 例如大连海市大学的教学实习船 玉坤轮和玉鹏轮 还有各个航运公司的散货船 和集装箱船等等 其中大型的油轮不太一样 它一般装设有一到两台辅锅炉 锅炉产生的蒸汽 不光用来加热燃油 润滑油 还可以用来加热货油 驱动货油泵 甲板机械 还可以用来洗舱等等 而对于蒸汽动力装置船舶来说 锅炉的作用就更大了 它不光要为各种蒸汽辅机 和加热设备提供蒸汽 它产生的高温高压蒸汽 还用来驱动主气轮机 从而推动船舶 批拨斩浪 这种锅炉就被称为主锅炉 例如 我们国家建造的第一艘 大型液化天然气船 大鹏号 它就采用蒸汽轮机推进 装备有两台主锅炉 那么除了民用船舶之外 一些军舰也装有主锅炉 例如 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 它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 采用蒸汽轮机推进 也装有主锅炉 那么问题来了 请大家猜猜看 我们的辽宁舰上 装有几台主锅炉呢 如果猜不出来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 实际上 我们的辽宁舰上 装有八台增压锅炉 这也保证了 我们的航母 具有强劲的动力 可以在辽阔的大洋上 纵横驰骋 你猜对了吗